聽說健身裡面最好的肉是牛肉 健身要吃牛肉才會長肌肉 其實我先講一個觀念 就是一般人都會說 我要長肌肉就要多吃蛋白質 我覺得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真的嗎 蛋白質過多變成你的熱量也過高 熱量高就變脂肪堆積起來 所以蛋白質堆積的形式也是脂肪 它不會堆積成肌肉 沒那麼好康的事 那就不用去健身房 真的 就一直吃肉就長肌肉 肌肉要長大一定要練 一定要練它才會長大 不練它就萎縮 但食物只是可以幫助它 當然你說你肌肉訓練的過程中 肌肉會有點斷裂 斷裂你需要一些蛋白質類的東西來修補 但我覺得還是適度就好了 適可而止啦 尽量不要吃太多 其實我反而不是很建議說 只單吃牛肉 尤其是每一種肉 我們身體的胺基酸有很多種 那每一種肉 它其實都含有特定的胺基酸 其實你倒是每一個肉類都去攝取 你才能攝取到很均衡的胺基酸 這樣其實是比較好的 對 沒錯 好 加油啦三位 好的 你們應該沒有健身吧 有健身嗎 以前有 以前 沒有 沒有 OK 好 接下來下一題囉 請問 以下哪種食物不適合肝炎患者吃呢 A 生薑 B 花生 C 高麗菜 請選擇 好難喔 好難喔 真的好難喔 我覺得這一題會才有鬼的 真的醫生才會吧 猜一下 直播 直播 拿起答案 快點 對 好喔 只有碗碗而不一樣 碗碗是花生 不適合肝炎吃 花生不好吃 然後另外兩位是生薑 對 這很難對不對 超難的 對啊 我也覺得好難喔 請兩位醫師回答一下 請舉牌 碗碗而已 你變聰明了 對 太誇張了 你怎麼會選擇花生的題目 這位派來的 妳好像都選花生喔 對啊 選花生種欸 對啊 真的兩題都花生欸 因為覺得他都說花生 有人按你的肝不好 你又吃得油肝也不好 欸喔 也是有道理欸 對不對 對喔 有道理 真的 是不是這樣咧醫生 但原理不一樣 你選到的是對的 可是你的想法 想法是不對的 想法是不對的 不過沒有答案對就好 那原因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 花生也不是所有花生都會 是如果那一種來入不明的花生 放很久的花生 對 這個家裡祖傳的花生 這種就可能會 肝炎患者如果吃了 可能會出問題 我們之前真的有了 腸胃科醫生跟我們分享嘛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病人來 他的肝臟有一個指數 叫做ALT 就是發炎指數 特別爆高 他們找了半天 奇怪也沒有B肝 因為我們通常肝炎是 會有原因的 酒精啊 這個病毒型造成的肝炎 都沒有 搞了半天 原來他們家自己是有在 做花生 他們有在做花生製品 所以多賣的 他們就會放在家裡儲存 所以有時候 必須要清完這些東西 他們就會常吃 可是他們吃的都是 保存比較不好的 儲存不當 對那為什麼 其實是因為我們花生裡頭 有一種這個 如果當你放太久 會產生一種毒素 叫黃蛆毒素 它不只會造成肝臟發炎 嚴重起來 可能會造成肝癌 這麼嚴重 可是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現在 我不只果農好了 花生農 是這樣講他們 對 花生農 就是花生的製作跟保存 其實自從我們說 花生的黃蛆毒素 會造成肝臟的癌症 或者是發炎之後 他們其實在保存上 都變得很好 所以其實你只要 教一個方法 就是假設你在買新的來 你先確定它那個 那個蓋子是不是完整的 是不是真空的 它是不是 是有經過比較好的保存的 只要是都按心吃 比較不會有這樣 那如果說 要基礎的分辨 因為現在你知道 市售有的是那種 一包的單包裝 很難分辨它到底 有沒有保存好 那怎麼辦 如果用味道去判別 是可以的嗎 其實說有的有油耗味 或者是 就是油耗味 油耗味對不對 所以剛剛講油 其實對一點點 油是拿來判斷 所以你聞那個油 如果你聞這個花生 聞起來不是清香的味道 有點油耗味 或者有點美味 那就盡量不要去買 就不要吃了 那網路也有在傳說 老薑啊 可以清廢 是真的嗎 沒有耶 沒有喔 不是說老薑比嫩薑好 對 當然我們薑用在的是 不管是讓你發汗 或是讓你溫脾胃 都跟清廢比較沒有關係 清廢沒關係 那我們薑有時候會用來止咳 就剛剛講那個原理 你比較寒咳的人 可以用老薑 對但跟清廢沒有關係 清廢沒有關係 我們一般肥是用來潤 滋潤 對 對 了解 不會用薑 那網路又有傳啊 說晚上吃薑 等於在吃坯霜 要不要特寫 是真的 是假的 又翻白眼了 薑喔 怎麼可能像吃坯霜 其實以原理來講 為什麼會有這個傳說跑出來 因為我們晚上 你知道我們晚上要睡覺 然後就羊要入於陰 對 陽氣要進到陰分裡面去 就會睡覺 那你薑一吃下去 陽氣就開始鼓動了 對 所以就等於你失眠嗎 對不對 就有可能你的陽氣太旺 就會睡不好 好痛喔 那你看如果真的晚上吃薑 就像吃坯霜 那晚上吃那個薑母鴨怎麼辦 對啊 那不就死一群人 沒有 但是的確晚上消夜 不要吃薑母鴨 會睡不著 對原因是因為 其實以我們西醫的說法是 尤其在吃這種麻辣鍋 薑母鴨的時候 其實我們注意看一開始上面會浮什麼一整層油 油 我們兩種東西在腸胃道消化時間最久 一個是油 一個是蛋白質 所以你看薑母鴨會吃什麼 吃鴨 會喝到湯的時候 會不小心喝到油 酒跟油 酒 酒跟油 你很像薑母鴨不是酒嗎 這兩種東西其實對我們腸胃道 如果你正準備要入睡的時候 你全身都在休息 但腸胃道並沒有在休息 所以長久下其實腸胃道會比較容易有負擔 喔 了解 所以還是不要 要晚上睡前吃啦 OK 目前呢 Amanda是五題 晚晚兒是八題 底線是七題 目前晚晚兒獲勝喔 但是 還有好幾題喔 差距不大 接下來啊 我們要來聊 還沒結束啊 還沒 我以為贏了 她好想趕快結束 趕快拿到牌 對 真的可以趕快吃到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聊一下 很多食物啊 不能夠混著藥吃 混著藥吃就會出人命啦 很恐怖的喔 因為像以前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 有的醫生會提醒你說 你吃這個感冒藥 你就不能吃葡萄柚喔 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好 那接下來再請三位來舉牌囉 好的 請問 吃完感冒藥 再喝什麼 會引發胃穿孔呢 A 檸檬汁 B 蘋果汁 C 紅豆湯 1 2 3 請舉牌 唉唷 Amanda 妳可 完全想都不想 就直接舉A了耶 因為她 應該她自己喝也可能會胃穿孔 對 欸 真的耶 她自己喝也會胃穿孔 真的喔 對啊 胃不好的人 幹嘛亂被想要呢 你終於看出她的陷阱在哪裡了 對 好像開竅了 然後突然開竅 有機會喔 對 所以李傑也是覺得 因為酸呢 酸對不對 酸容易引發胃不好 好 兩位醫師請舉牌 對啦這一題 Amanda都對了 我們上次來講 是因為柑橘類的關係 其實就像葡萄柚的意思是一樣的嗎 不是 其實不太一樣 我們講的這個感冒藥 其實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成分 是你吃的時候盡量那個腸味道顧好一點 就是一些退燒藥或止痛的成分 好 因為有一些特殊比較強力一點點的 退燒止痛的這個成分 對 它其實當你在一段時間齁 你很一直吃它的時候 對 會造成我們胃黏膜的確比較容易受損 對 所以吃太酸或太減的 可能都會造成腸味道的負擔 所以講是有些人是吃喝那種什麼蘇打飲料 它其實偏鹼 或是你吃這個我們說 比較偏酸性的檸檬汁的時候 你的腸味道這時候已經黏膜已經不健康了 對 那你再去給它這個刺激 就比較有機會未傳控 了解 之前是都喜歡廣告什麼 熱熱喝快快好 然後裡面有檸檬 對 他們這個像你剛剛講的 某個牌子某個叉叉叉叉叉牌 對 對 熱熱喝快快好的 它其實它的一個成分 並沒有我剛剛講的 這樣子退燒止痛的這個成分 沒有那個 它的成分其實就是我們說那個 普拿疼的成分為主 那普拿疼的成分比較不會造成不上胃 了解 剛剛那個傑鴻說啊 他的藥啊 都是搭配早餐的飲料吃藥 這樣子是可以的嗎 他說傑鴻說有時候沒有水 會偷偷的配早餐的飲料吃藥 這樣是可以的嗎 奶茶 紅茶 豆漿 咖啡啦 茶類比較不建議 因為茶類像有些茶鹼啊 鹼類的東西可能會跟藥某個成分結合 對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盡量不要這麼做 那白開水是最好的 那如果咖啡可以嗎 咖啡一樣啊 一樣那些鹼類的東西 聽聞 感覺很像還好一些 還好一些 維他命C啦 對 但都不鼓勵 都不鼓勵 OK還是配水比較好啦 對 好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降血壓的藥 再喝什麼 會讓藥量加重呢 A 就是你吃了降血壓之後 吃了這以下的食物 會讓藥量加重 就是讓你的那個藥 本來是一顆變成兩顆的 對變兩顆的意思 能耐這樣 對 好 A 還是聽不懂 我還是不懂是不是 我們解釋 算了 大家還是太多問號在地下 你現在那麼高分的人 你看 就選 好不好 好 好 A 可樂 B 蘋果汁 C 葡萄柚汁 請舉牌 好 欸 只有李萱覺得葡萄柚汁 沒有啦我想說 我覺得可能是可樂 但是想要賭 可樂有氣啊 李萱說他想要賭賭看 因為他跟你的差距不大 對 所以他要跟你選不一樣的 對 我覺得沒有 Amanda是當切不賭的喔 怎麼樣可樂不賭 你也覺得是可樂啊 是不是 因為乍聽下來 可樂感覺是最不健康的 對啊 對不對 配著要吃好像不太行 重點是他有氣有氣泡 就感覺有 有板啊 是這樣的意思嗎 兩位醫師請舉牌 這在我們依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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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林萱你讀對了 你剛剛就有講到答案啊 對啊 我們一開始就有提到 因為其實葡萄柚我們發現 它在我們身體上 會經過肝臟的某一個 很複雜的代謝酶 那這個代謝酶 跟我們很多種藥物 它也會在這個地方代謝 所以假設你在一直大量的喝葡萄柚汁 或是在這個我們說 中秋佳節的時候 你會吃比較多柚子的時候 相對下你的身體 就已經你的肝臟正在代謝這個柚子 造成身體的這個代謝產物 所以這時候 當你的一個藥物進到體內 它沒辦法代謝這樣 它就一直在累積濃度 所以相對下 你可能一顆高血壓的藥 反而變成一顆半 或者變成兩顆 可是除了血壓藥 其實很多藥跟葡萄柚汁 都是會抵觸 尤其特別是心臟科的藥物 真的喔 所以其實我們都還是建議 如果你有在吃一些慢性病 尤其是血壓的藥物 或血脂肪這一類的藥物的時候 盡量都不要拿葡萄柚汁 當作這個取代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 想吃 很渴望隔多久可以吃 其實時間會超過一天喔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 吃少量是可以的啦 比如說你就可以吃個一片兩片 其實是可以的 但你千萬不要還是吃一整顆 那個負擔就一定大 哇 了解 少少是OK啦 不過補充一個 補充一個會讓藥量降低的 抽菸跟吃烤肉 你會讓藥變得比較沒效 所以這自己要注意 抽菸跟烤肉 OK 好 要注意一下啦 畢竟那還是不太健康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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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